大家好,歡迎來到鐵塾咕咕小兒馬頻道 昨天有看我post一條片,有關於華強骨電子世界的商場 真是慘不忍道,撿了九成半的商鋪 究竟住房會不會因為商鋪撿了,住房會跌了 其實地產有跟我說過,華強北的商業樓宇也好 住宅樓宇也好,最貴租的時候,大家記不記得 蔡鎮是最貴租的,現時的租金,商鋪撿了九成半 究竟住房的租金會不會便宜呢 不如我們一齊來看看Let's go 雖然大家看到華強北很多樓 但是地產只帶了我看現時的一個小區 這個小區名為行邦一封 整個華強北為何又只有這個住宅小區呢? 稍後解釋給大家聽,先來看樓 這個小區只有AB兩棟 大堂是這樣的 總共有四台電梯 低層到15樓,他們還有高樓的 高樓是在對面的電梯 總共只有30層 大概30層嗎? 對,30樓的 他們有分開高低層的電梯 四台,兩台低層,兩台高層 15樓,1到15樓 有停車場 地下,地下有 地下停車場,但是租金會嗎? 正常就是租客辦的話得去排隊 如果排隊辦月卡的話就是8000多 800多,一個停車位要排隊 我們看07,看便 但是這裡好像又是雪茄樓的 雪茄樓,全是高端公寓 高端公寓 這個公寓是三住兩用公寓還是? 不是 這個小區就是居住 哦,住住公寓 對對對 就是什麼家事都有 就是什麼都不用自辦 然後只有這個小區是這種新的 其他的就比較舊 其他住宅小區會比較舊 你是要辦公寓前還是存自住? 存住了 存住就是這種公寓 存住就是這種公寓 這個樓高,周邊的人都住在這裡 這是不是的,樓上是居住睡覺的 對面就是另外一棟 對面是另外一棟 樓上是租植區,樓下是工作區 有一點像哪裡啊? 像珠海很多的洛夫呢? 記得嗎? 對對,這就是那種洛夫 哦 這種層高呢,我還不是說壓抑 你走上來呢 上下兩米,一個兩米一 沒有問題 高還可以的 因為大概一米,兩米 兩米高吧 樓上兩米 總共是有五米 那麼兩張床 兩個床 對 有衣櫃 這是兩米長 這個一米八,這個一米二 一米八 對 這邊是衣櫃 對 因為它是高樓底 在這裡 因為兩層 叫做福色 樓下單位 五米樓底 但是呢 沒有廚房的 看看適合你不煮飯的人 如果有家庭呢 這個就 洗手間呢 沒有整缸 濕分離 沖完糧 就自己要還 布 要不然沖完糧 就是十隻隻 哇,六塊八 平數小 三十二平 就是二百多 每個月的管理費 這是一個儲藏櫃 就在樓底下用上 這裏有一個儲藏櫃 對 這裡就沒有的了 不是了 這就沒有 這就非常多電視日貨 哦 電視被影響 嗯 這裡租金多少 這套是多少錢呢 這套是六千八 六千八 六個六塊八管理費 大概兩百多 兩百多 就等於說七千一 七千一 七千一 大概 家庭、床、包 就是沙發、床 全部都有 都有 哦 但是家庭會便宜一點嗎 不會 差不多 家庭會好一點嗎 一樣 我們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嗎 可以看 對,我看過 平成單間 平成單間 對 就跟您說的 就好像酒店 這個 好想有一點點 上酒店 對嗎 是有一點點 但是樓碟很夠啊 因為這個樓碟跟之前這個樓碟一樣 這個樓碟跟之前這個樓碟一樣 手樓三米二的 三米二的 對 管理費一樣 六塊八 面積也一樣 面積也是三十二 面積也是三十二片 上下兩層也算一層 哦 明白 管理費是差不多的 房屋總租金上差距 這個又是 Open Kitchen 好像酒店 看看你適不適合的 其中一個樓碟 就華山北比較少 滑翔北比較少 可以說 就是要找到那種住宅小區 舊一點的那種小區才會有 住來小區 對,住宅小區才有 就是這種公寓類型的全是單間 哦 這種 他幾年的 這裡 這個嗎 19年 一般年底 19年初 哦 滿新的哦 只有三年哦 對啊對啊 所以它都是建成這樣子 哦 但是其他小區就比較遠一點 如果住宅小區 住宅的樓齡就會舉回一點 那住宅的樓齡就大概就是 新的都是0304這樣子的 0304 但是在附近啊 但是要遠一點點 就是還要往羅湖翻山走一點 嗯 如果往羅湖翻山走 我就住羅湖了 羅湖便宜一點嘛 在這裡附近 就算這個住宅也是貴啊 嗯 對嗎 嗯 兩房一廳 這個就大很多了 這個面積多大啊 這個是42坪啊 這個42坪 但是呢 又是Open Kitchen的 那麼 家具齊全 哎 這個 這個 他們幾乎都是一樣裝修的 這個就大很多 是啊 大很多咯 這個 ok哦 開完 子樓啊 這裡 這個是11樓 子樓都滿高啊 ok很開啊 那不就是京京一百嗎 羅湖那個 就是有一個小小的中間對著的那個 就是這裡 地鐵口 就是這裡 地鐵口 在這裡 那叫做 中國電子的樓下 對 那叫做比較方便 這個可以啊 這個 樓術 做兩個房間的 做眼鏡房 哦這個房間是 好像榻榻米 但是這不可以擺得太高的 進了 因為就 這個是本來不是那麼高的嗎 應該 他自己做的 他自己打的櫃子 你可以做 儲物 哦 就業主 把它 打自己打的 哦 明白 全屋定製吧 你可以看 家具都是按此處來的 他就把這全屋都打的 嗯 整個臥室都有 嗯 這邊那個居服品質還高 因為它就是 就高端公寓屬於那種 就不可以兩邊下床了 因為小的房間 屬於有個衣櫃 樓底就 對面的衣櫃也在背後 不高了 因為是洛福了 那麼兩米樓底 人都正常能站起來 哦哦是是是是 好 租金多少 這個是7800 7800 該來這個地方應該是6.8 差1000 差1000塊 這個客廳很大 客廳那個開間大很多了 你可以看這個開間 從那個窗到衛生間的開間得有 餵客都夠了 對 其他都便宜一些 哦 什麼什麼掛 就是它這套掛的價格 算是小區比較好 性價比高的 這個小區就分別有兩棟的 A B兩棟 每一棟就有 30層 其實就是洛福樓來的 雙住兩庸 雖然雙住兩庸 就不可以做辦公 因為就算你做辦公 就不可以拉車 就是不可以打包貨 華強北現時一般的大廈 很多都做了商業用途 而這個小區就自帶食館的 樓下二樓 就是一樓和二樓 都圍著這個小區 就有食館 而小區大廈外面 那一類型 就是民工房 這隻民工房 價錢大家知不知道多少 3000元 大概12平方 就是康房 比羅湖貴 貴出三倍價錢 原因 原因這裏就是 原子世界商貿成 昨天那條片 有說現時華強北的商場 裏面的店鋪 就倒了九成半 因為原來大部份 的營業都是以電商為主 所以他們就搬來商場位 就租住了這類型的商住兩庸樓 包括公寓 所以地產找不到房源給我看 而且這裏的租金只有升了 而沒有跌過 而順住多數都會搬回羅湖 因為租金真的便宜很多 好了好了 今天分享來到這裏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請點讚 留言及分享給你的朋友 支持訂閱 我們下次見